Kentucky 是竹泰軒äre是我們現在竹泰軒 surrounded byíssاف 你可以利用這個傳導 把 bacon-licher煤做得更優化 所以面膜可以在台湾里面 也是各籍很喜欢的东西 所以现在大陆的路客来台湾 几乎是一箱一箱一套一套 一车一车的买 这个是非常有商机的 在我们台湾可以发展 槟榔叶里面的萃取液 转积做升级附在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所谓的负面形象 跟提高更好的优化 来做这样的情况 是 槟榔叶 槟榔叶子萃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 可以控制油分 油分跟豆豆收店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从这边来做 这个萃取来处理 现在体验升级 不单单只有产品 所以我们开门市店里面 来做体验升级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些东西 可以一点点的稍稍改变 有一些些心灵的这种满足感 是要 总统可以闻一闻 这个是槟榔叶米刚乌 槟榔叶的味道 其实它是没错的 是很比较天然自在的 这是一个玉米淀粉的瓶子 所以小朋友咬吃 它也不会有影响 是一个环保的材质 这里面就是我们在标榜 所谓的环保概念 另外我们也透过了这个东西 做所谓的社群行销 让每个父母在这边 社群行销里面 可以提出一些 他们的想法跟看法 OK 我们也办了非常多比赛 甚至我们想要 拉台跟带着我们的设计师 台湾的设计元素 应该能够让世界看得到 好那刚刚我想 就是各位长官 还有媒体朋友们 在外面对于 食益生技的一个产品 还有他们的一个品牌 都有相当的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今天的座谈 也请总统 还有各位长官 能够就座 好那我想我今天看了一个 我印象非常地深刻 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来 一再的希望台湾的 行业能够转型 能够升级 转型的过程呢 希望从所谓的效率驱动 这个efficiency driven 变成了创新驱动 innovation driven 这不代表我们不要效率 而是要加上创新 这样的话呢 它那个效率 就会发挥更大的效果 然后惠公司 就给我们这样的感觉 靠这些各种各样的 点子变成创新之后呢 变成一个行销的利器 这点我们可以说是 高度的肯定 那么尤其是 刚刚你讲到 你们出来才不过十年 没有十年 七年 好 跟着你七年 那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就能够在 刚刚讲在国际上 跟台积电 跟这个杰安特来比 这是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能够珍惜 得来的成果 继续往前变 另外我觉得 这个非常重要 我最近讲到这个 女性创业 从我八年前开始 竞选开始 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个题目 我们那个凤凰的 维旗创业 本来是五十万 我们今天 达到一百万的 可以收贷款 很多这些项目 也都有一些成果 当然 贵公司是没有靠这个 但台市能够做得很好 实际上我们觉得 女性不光是创业 在其他方面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先不要讲说在各种行业 在我们国军里面 现在女性已经占到了百分十 如果算资源印的话 占到百分十六 这个光靠人数还不令人特别的印象深刻 去年我到凤三组织主持这个三军 这个五校的第二名 一共有七个第一名 五个是女性 所以女性现在不是只是做文书 或者说恩官 她可以做成 承接战斗的任务 不会蓄名男性 让各位了解到 在不同的领域 纯男性 过去是纯男性的范围 现在女性也一样可以 给人投递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这些年来 刚刚也提到 希望做这个行业的隐形冠军 她的资产营业额 还不是很大 可是她在那个行业 扮演一个无可取代的地位 这一点我觉得 绘克公司其他也是有这样的潜力 今天在这里 我们看到绘克公司的发展 印象非常深刻 像各位在界在立 所以台湾的品牌 在国际市场 在台湾市场 能够开穿影片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